走近四月,安徽黄山的黄山茅峰、奇门红茶、太平侯葵等春茶相继开源采摘。 来自俄罗斯、基尔吉斯斯坦、安哥拉等国的留学生们走进奇门红茶茶园, 跟采茶工学采茶、跟制茶师傅学炒茶、跟茶艺师学品茶, 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感受中国茶文化。 就是所有的中国文化和茶业的文化,对我有很大的影响, 因为有健康,有意思,因为这个文化比较丰富,有好多东西我可以知道, 然后让我的外国人朋友们认识中国茶业,他们也很喜欢。 艾琳目前就读于安徽农业大学茶学专业,她从小就很喜欢中国文化, 在俄罗斯巴什基尔国立大学学习汉语,并于2015年毕业。 然后,为了更好地学习中国茶文化,她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继续深造茶学专业。 走在茶园里,艾琳仔细地观察着茶树的每一片树叶,并虚心向茶农请教菜茶的动作要领。 走进制茶车间,沙青、尾雕、柔念更是让她第一次体会到制茶工艺的巧妙。 在沙青师傅的带领下,也第一次尝试了在超过200度高温的铁锅里炒茶。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,可以自己拆茶。 所以对我来说,这个机会很好,因为自己操茶是我的一个梦。 今天这个梦就是在生活。 我觉得这里面的很多收工的操作,有一些非常松心的,非常聪明的人工作。 在艾琳看来,茶叶是大自然的馈赠,更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。 如今,中国的茶叶已成为一种文化,一个国家的符号。 她要在中国学习更多关于茶叶的知识,希望有一天可以成为茶文化传播的使者, 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知道中国的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